《留下来的,放眼世界,把握环球机遇,接通各地港桥,坚尼地正经,逢之正》 好,欢迎回来今天《坚尼地正经》 今天有我,旁边你都会见到,有Jason,潘卓雄,出来跟大家一起讲一下 今天这个问题我想大家都不用问为什么 你当时一战成名的沙中线吹哨人 大家搞到整个红磡站短庄事件 首先第一件事,我们没听过什么叫短庄很久,剪钢筋 然后又要拧,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电视,那个螺丝要拧,螺丝没有 怎样拧出来,搞了这么大的事情 然后我记得红磡站是因为这样,要重新再继续一次 事件去到今天,其实我看到法庭已经有了裁判的结果 我想着这么大堂东西,终于有人一定要落获,承之于法 甚至乎公司都要赔钱 今天总成建商礼顿被控违反了建筑物条例 严重地偏离获批准则,被判4万,不是4千万 4万元,讲完4万元 第一件事我是在问,4万元港元,这个是不是价来的? 建筑商我想问一宗,先问一下这宗这样的工程,多少钱的? 四十几亿,就没计算保钱 如果你说只是穷暗站,原本的工程合约是四十几亿的 后来我听说港币是不断保钱,保了成三十亿出来的 当然这个数据就没有公布的 也都是纯粹CSA了 即是说怎样都五六十亿的了 最少我当用回四十亿 你一个四十亿的工程 然后说你炒了2018年的时候 我记得是搞了半年 又要看妆子,又要上立法会 真是现在罚得那四万元 首先第一件事,这个是不是工程界的常态? 你说几亿生意的罚额只有四万元? 如果不是屋宇柱放山 尤其是改那条控检控条例 情况不是这样的 首先第一个问题,那条条例是很厉害的 严重偏离获准的图则 应该是很麻烦的,你的图则起死了 然后你没有起到 现在这个条例最高罚多少钱? 一百万,三年监禁一百万 等等,刚才你说的工程多少钱? 工程四十亿 这个最高都是罚一百万 对了,所以你告多少条都没所谓 他最高都是一百万 对了,是不是我们选错这条条例来过? 首先他是严重偏离图则,这件事是对的 那他为什么会选这条条例呢? 条例本身就是屋宇柱管核的建筑物条例 它里面有很多条例 不过条文、罚本都差不多 不需要百众不是高的 因为这个是六十年代的产物 这个是六十年代的法律 所以来到现在呢 这个法律是有些远 就是时间有些远古的 但是某个程度上来说呢 对于建筑工程来说 阻碍力足够的 但是这次红阴站的事件 是比较突出和比较康大 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细微 就是说法则 但是另一个方面去看的 因为他每一个element 都可以罚一次 那就是说呢 你如果整个工程里面 找到百几个地方是没有跟涛呢 可以过你百几票的 那就是说呢 每一个如果一百万 百几票就很多钱了 我等一下 每一行我可以告一次 什么叫每一行啊 举个例子 我只是看到一条杠斤短了 那这里叫一行啊 还是这间屋这个单位当一行啊 理论上一条杠斤短了 都可以当一行的 因为那是里面的描述 或者就是说 是同一张图籍里面 不同的构件都可以独立告的 所以你听到之前呢 MIRROR那件事呢 劳公署不是说 告成六十多票的吗 他就差不多道理而已 就是他一 从一个案 在同一个条例里面 他可以用很多次的 就跟我们以前经常听到呢 说一个案件 只能告一次呢 是不同的 哦 那就是简单来说 其实如果在说 这么大的红磅站 我不是只是告你一行 我告你起码一百行 就已经是将这四万元成一百 那也起码叫做有个数 就是起码那一千个也有个亿数 大佬 绝对是 但是这次就不是了 这次很明显 那就是 只是呢 就是告了一个位置 那个位置呢 就很小的 讲的机房 只有131平方米 或者1400尺 那呢 那呢 那为什么会这么小的个罚本呢 那个官呢 就信纳了三个原则 那三个基础 第一个基础呢 就是这里呢 其实呢 很小的 这个范围 他现在的范围很小的 第二个呢 他就说呢 本身就没有引起伤亡 那实际上没有引起 第三个了 他就说呢 已经补救了 那就是说已经做好了 在这个基础之下呢 他觉得这件事呢 就可以呢 就是息事令人一点的 那但是其实那个官呢 有一些背景的知识 或者有一些基础知识 它似乎有问题 那为什么呢 社会红磅站 当时是2018年查到2020年呢 是足足的查了两年 全港都震撼的 我不明白那个官为什么呢 是明明知道红磅站 但是他会竟然用 这个范围很小去形容 嗯 因为根本 基房很小嘛 对 那个官应该质疑 应该问回屋宇柱 为什么这只是告基房 明明当时我看到新闻 或者看到不定的报道呢 是包括有三十多个百分点的螺丝帽 是三十多个百分点的螺丝帽 是手不好的嘛 那为什么会现在你说这么小的呢 只有一两个呢 为什么当时这么多 现在的告这么少呢 其实那个官的这些基础知识 或者一些背景的知识 他就知道的 如果他知道呢 当时其实原来原来 原来屋宇柱还有百多二百分点的 那么他就会觉得这件事其实很大 是一个影响很深远 对公众安全影响大的地方 但是现在他呢 就是因为屋宇柱只在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而已 那么这个官呢 就会觉得 喂 现在你给我的知识 就是在这里而已 所以我就会认为呢 这个范围小 那么所以因此呢 一百万的上限 他只是给了四万元的罚款而已 那么所以其实也不是说 罚得很少钱的 因为你告一项而已 那么四万元都可以了 这个应该是很重要的 是的 但是我呢 又未必和Jason有同一想法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认识一些法律界的朋友呢 那时候他很基础 经常跟我们报告的时候都说 法庭呢 有个很被动的作用的 不是说法庭想告什么就什么的 在香港的法治社会呢 检控和官呢 是两个角色来的 你递什么上来呢 我就看什么的 所以刚才你问那个问题 应该是问另一样东西 为什么整个红磡站 那个检控官只是第一个机房出来呢 这个会发生什么事呢 莫名其妙不得了 莫名其妙不得了 整件事就是说 今次特别在呢 他本来在条例里面很长的 应该是条例里面第四十条 第二A段 当中的A2段 本来是告一条条例的 这条条例呢 其实就要讲很仔细的 就是要看完那些技术文件 是有什么写过 是要咬文着字的 是咬数据的 好了 B条呢 就不是了 B呢 就不咬文着字了 只是说你不跟屋与处批日的途绩就算了 那就不会给你看仔细的东西 他现在呢 本来告A2条 那后来呢 转了B条 那B条就认了 那整件事呢 本来是A2条的时候呢 那个法庭呢 在预先的个案件管理的时候呢 认为需要十二日去审的 你想想 审一个地方 只是百多平方米四千四尺 用十二日时间去审 你可以想象呢 A2条本来呢 就很细节地呢 是知道里面的内情和细节的 细节的 好了 现在用B呢 就用概括性的了 那如果当时屋与处不搬条例 不搬龙门 仍然用A2去审呢 总共审十二日呢 我相信那个官呢 他就算不想知道也好呢 他都会知道很多整个网站的内情 那但是刚才你说的 比较仔细的那条 是罚多久的 罚多久的那条可以 那条是一百万上限 不过呢 我相信那条是更加接近上限 而且呢 那条呢 如果判了出来之后呢 要讲讲 Background information给大家听 多辣调调查委员会 是就着很多细节 他完全不管的 是不做判断的 那这次的条例 就是共控告A2段呢 就正正可以判断 那个螺丝头 什么螺丝头 什么叫不合格 什么叫合格 好了 如果判了出来呢 本来对螺丝头 找到的资料呢 有很多刀拿来检控了 嗯 而这次呢 就臭巧地呢 其实我觉得真的臭巧地放山了 都不知道是不是臭巧地了 今天政府呢 其实呢 我记得呢 我看到那段文字呢 我也觉得 我第一次听呢 政府是会反击这个小市民的一个说法来的 那我想呢 你不介意的话呢 我读出来啦 因为虽然他没有说名的 他的说法是什么呢 政府那里呢 他就今天呢 就出了一个的新闻稿 那新闻稿呢 就说了 政府搏弃啊 有关沙中线工程质量事件的调查实实言论 就个别人士 在某个电台 那个电台呢 其实就是商台 是的 就沙中线讲的质量 接受电子传媒访问的时候呢 毫无理据 毛清政府比较不希望在检控中 令到港铁陷入船窝 那认为呢 这个是毛中生有 法庭呢 是公正公平 和不偏不以处理每一种案件 但是我听到这里呢 好了我当你真是公正 公平不偏不以了 但是你说了一个是有趣的事件的 因为你去switch 条例这一部分呢 不是大问题来的 香港的警察和法庭上 都是这样想的了 就是如果我们是坐你三年的 告你坐三年的 另外有两条条例都会告你坐三年 当然是快点告一条 快点容易的坐三条那条先 你说概括性那条呢 我相信是较容易入罪那些来的 所以你才认的 你不跟途就是了 但是我这么想 如果你当时如果是成熟 如果检控是成熟的话 是严谨的话 你理论上一开始 就选对了条例 没理由在四年之后改变 不是 那现在很流行的 香港有什么交替控罪的 总之 适当告到你入围之 奇怪的 如果你告那些年轻人暴动的时候 又不会用这些方法 哈哈哈哈 就是那条 简单做一条轻一点 但是不要紧 但是我也真的要问 就是我们反而反过来 不单只是说控罪 是不是轻了问题 而是刚才你说 我们 因为很久是几亿了 五年前 红磡站出事 我想问红磡站牵涉什么范畴 现在用今天的红磡站看 是新的地方 沙中线 沙中线和团马线 其实红磡站有两层 新建了两层 一层就是沙中线 一层是团马线 好了 沙中线和团马线两层楼 我们只是告过机房 我不能够质疑政府是否什么 但是为什么 你只是打算先告过 还是以后会有来的 政府呢 他的声明 他一定是屋宇处出的声明 这个声明是非常吊诡的 或者可以这么说 政府其实自打了嘴巴 我先批评 现在今次写这个 刚才你读过声明的那些人士 那些政府人士 不知名的政府人士 其实为什么要用这些战狼心态 去写这些文章呢 现在你对着一个香港人 你现在不是对着一个敌我外国势力 那为什么你用完这些字眼呢 如果又回想 我用字都不弱的 如果我又用回这些政府 那么低B 那么低级的扁扬的词语呢 那么政府又接不接受到呢 空襟可不可以接受到呢 如果政府空襟可不可以接受的 那你又为什么要市民去接受 你说这些说话呢 好了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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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政府的谋误了 政府都觉得呢 我生安八糟啊 事实上呢 我是的确在红磡站 地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庭里面 听到这个信息的 是大律师说的 就是这么多了 我已经在我自己的Facebook 交代了一个详情了 当时呢 那一刻呢 他不单是说这个信息 他那一刻呢 就侮辱呢 港大那个欧教授 因为那个欧教授呢 是说肚饿 那跟着呢 又嘲笑他 说给你一个包子吃 那跟着呢 就因为欧教授 当时呢 是代表政府的 那欧教授呢 咬住 那个结构安全有问题 咬得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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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呢 我坦白说了 那李顿啊 港铁 甚至独立调查委员会 那三个大律师和律师呢 就很不满 是不断在一个庭里攻击欧教授 而欧教授呢 其实实际上 当时是面对很强烈的攻击的 因为欧教授咬住 说结构有问题 是咬住说结构不安全 那而当时你知道 李顿、港铁那些是 是都要说结构安全的嘛 甚至说一半钢筋 甚至钢筋用竹去代替都说安全的嘛 那他什么都说安全的嘛 那但是有个欧教授 代表政府欧教授竟然说不安全啊 那他们其实呢 跟着呢 说完他给个包子吃之后呢 有一个呢 就是律师 律师来的 不是大律师来的 他就说呢 欧教授呢 是应该要帮港铁的 政府应该保护港铁的 应该 take care 港铁的 不应该攻击的 就是他意思就是说 欧教授代表政府去做个 这个expert呢 是不应该攻击港铁 或者应该离顿的 他就这样说 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 喂 你们要包庇的 或者呢 就是觉得呢 如果那个控罪 是就算是告离顿都好呢 如果最后是拘捕港铁的呢 都不搞的了 就是我会这样的想法 那同一时间你就想一下了 那今次告个机房 那机房就说他不跟图嘛 最后你改了告离嘛 那事实上到立调查委员会 报告政府是接受了的 有执行的 那报告里面都写呢 是很多地方呢 是离顿做过自己的设计 是不跟公寓处批的图 而当中呢 港铁和离顿都有份不跟图 明知 明知BD就是屋宇处批了 他们自己设计了另一份 跟着另一份来施工 不告诉BD 也都不跟BD的图 那就是说了 你怎么 很难理解 你告个机房的案子 为什么不告了 现在落调查委员会找到 全个地盘都是没有图呢 那里可能在说几十票 那为什么你告一票不告其他呢 那你怎么交代给人呢 你说我们不是啊 不是因为港铁会被牵涉在内 我就不告 但事实上 我在落调查委员会 听到有人这么说 而跟着这几年的经历 就是为什么你告一票 而同一个性质的其他 甚至是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写死了 是说事实的了 你也不告呢 那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说我们这次不是生安白做 就是说他好像告一个 简单轻一点的判罪 或者只是告饥房 就是现在我在独立调查委员会里面 其实我们是有见到 除了饥房以外的问题的嘛 是啊 整个月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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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另外设计过 不跟BD的图做的 那就是按道理呢 当然了 我们也不知道明天是不是屋宇署 立刻入纸 告月台的 我希望也是 如果不是做个独立调查委员会 来也很无论 因为昨天的案子 是2020年告的 嗯 那现在是2023年了 那为什么呢 你告的时候 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 还在啊 那独立调查委员会 还在啊 报告里面写的东西在啊 为什么你告一样 又不告一样呢 或者告一个小微的 又不告一个大范的呢 那这个很难令人信服啊 还有我都觉得 给回个 就是 合理华尔给他 可能他还没申请 可能之后告买了 但是你问我呢 其实按个程序上 都不是很对的 就是你想想 如果要告这些 一次过整个月台 逐张逐张全票去告呢 你不如一次过一招去吧 因为一招去 你可能想到不同的事情 就是你发觉 本身如果你逐张逐张告 这里不跟逐測 那里不跟逐測 可能是个别事件而已 但是如果你一次过 三百多项去的时候 其实 那个官就 那个情况了 就说你应该不是一两项不跟逐測 你应该是由头到尾 你都没想着跟 其实如果屋宇处或者发展局 认真看独立调查委员会报告里面写的东西 其实应该是一堆票 好像労工署 一告告几十票 那一百票 这样告下去的 所以昨天官看完这些资料之后 就绝对不会在判词里面 说话的牵涉范围少这几个字 嗯 还是要说回法庭 法庭真的是你拿什么送我炒什么饭 你拿一碟送过来 只有机房 我难道说你很大吗 我不是攻击法庭 而是我觉得 政府本身应该的执法部门 是应该要一次个把那些案送上法庭 让法庭知道是整个图片的 其实跟労工署一样 労工署在一个地盘里面 告安全的条例 他一个个几十票是同一时间告 不会分开告的 你拆检告 那个官就不会知道严重性的 嗯 到这里我们要问多一个问题 因为你之前有做过独立调查委员会 有上过去的嘛 为什么当时不是应该已经告了 有人落获怎么做的吗 为什么要重新再告过的呢 独立调查委员会 是根据独立调查委员会 条例而成立的 条例说明的了 甚至乎进一步说到 在一个调查委员会 拿到的资料 就不可以成为 是检控的证据的 就是不可以独立 就这样在独立调查委员会 拿一些出来检控的 那你那里可以拿资料 可以拿背景资料 或者拿一些实质的资料 但是你仍然要另外独立调查 或者用个案件的调查形式 独立调查委员会 纯粹查是刊献上面的目标 不是用其他法例来检控的 所以简单来说 就是独立调查委员会 开了呢 其实是告不了 例顿或者告不了 港澄 就是只有个资字 只有个资字 而接着呢 那些执法部门 是要另外再继续调查的 哦 所以今时今日 我们就发觉 为什么要熬了五年了 接着然后 五年之后 用四万元元元账数 哇 我第一次在想 它不是公款来的 五年四万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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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可能他的暗示是太轻的 但上诉仍然是一百万而已 你刚才这个数据下单已经是五十亿还是四十亿 一百万有用吗 最重要的是,其实应该是全盘 找出来一次个告的 一个告几十票或者百多票 应该是这样做 而且你讲上诉不是一个好的理由 上诉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已经在第一次完審交出来的证供再做多一次 我们现在不是在质疑他 告一条条例告得不对 你告得对是这条 不过你明明可以射几十票 你就射一票 整件事我觉得是有些疑惜地方 政府本身在检控方面的确是挡漏慢的 的确是避充就轻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法院判决某个程度上是正常的 因为你给我的信息是这么多 我看了你给我的资料之后做判决 我没有说错的 只不过我不会看 是我本来知道你是没有情上来的资料 可能我当时作为法官 我很清楚整个网站都是问题 但是你没有情上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 检控我没有情上来 我不可以下判决的 这个是基本判断来的 但是我可不可以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 是不是四万元也好 这么大一件事也好 可以不坐牢 没有人落祸 我想问 李顿现在还有没有操作任何的工程 还有操作的 还有操作的 一宗新工程 北角码头 即北角不是码头 北角那个海旁呢 那个检道就是李顿和另一间中枝公司合资的 即是他还在下跌的 正在下跌的 正在下跌的 东九龙文化中心 这个张关澳江南隧道 两个地盘都在下跌的 一个就通过车的了 下跌了的 另一个就说 楊雄就说 今年可以用的 那现在六月 七月都正在下跌了 还没用的 烂用用的 整个东九龙文化中心 在九龙湾站那里 起了在那里了 还是没起好的 还没用的 那究竟这些延期 都是李顿的 那他又继续在做 甚至最近更加和另一间中枝公司的夹份 即JV 是中了北角在海旁的站 我纯粹举手问问题 喂 老师这些没有扣分制的吗 就是呢 你炒了一宗大的 是的 当时的发展局 就是黄伟伦 是停了一段时间的 甚至是延长了 延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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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搞了这么大的东西 然后你做了这么多东西 然后大家觉得 红磅浸这么多问题 然后原来 四万元等了五年 所有东西一切如常 继续要起楼就起楼 我在我角度看 这个工程界是一个大的迷团 你和其他商界 我们认识的有点不同 就是我发觉 就是商界呢 做坏了一件事 是要很大失败的 就是你又要坏的 又要跟银行说回数 又要跟客户交代 工程界又整天没有网管 就是发生什么事呢 整个工程界 很多人觉得工程界 都是阿姨来的 或者阿三来的 或者在整个食物链里面 很低级的 但是其实工程界 自己知道不是的 在想一想 香港政府一年的经常开支 就是五千五百到六千亿之间 嗯 工程 你以为香港工程界 一年的通过是多少 刚才你说五千至五千六百 至六千亿左右 我当这个数 香港政府 其实我当它看 其实它最大的范畴就是教育 医疗 工程一向都不是很大的 所以我估计 大概一千亿左右 是政府的 加上民间一千亿两千亿左右 差不多了 大概两千五亿到三千亿左右 政府呢 除了本身政府 用经过各个部门 那些工程 去 用工程基金去撥款兴建之外 它另外要全面 给了地铁的找数 就是地铁起什么呢 政府都要给钱找数 另外政府呢 其实呢 又资助着 譬如呢 如果是地铁 又包括私人呢 譬如说 手用机 长江那样 加起来 两千五至三千亿县 那些说的是 香港政府经常开支一半的 那你不要小看建筑界 那建筑界没有什么人 整个建筑界的工程师 那就连毛带皮都只有 不计这个 不计这个 是电子工程或者是IT那些人 那只是建筑的工程师 可能只有五六千人而已 然后整个建筑界的工人 加上了十几万人而已 整个建筑界的工人 整个建筑界高层 就是说呢 CIC 现在政府呢 是把权力给了建筑议会的嘛 建筑议会 15个人做事而已 那就是说呢 其实是一个很封闭 是有大佬的一个行业来的 而这个行业呢 你以为它很低级 但实际上呢 只看转发 你就知道其实是很庞大的 还有你这样说完 我有点害怕 刚才我们讲的 半个政府经常性开支 然后我们讲的是 只有五六千个工程师 你当成什么呢 就是一个半个政府 只有五六千个公务员 然后就是行会和立法会 加上75人 其实这个是一个 权力极度集中的机构来的 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呢 譬如我当然吹哨来说 是很大很大压力的 不是说笑的 结果呢 如果他要整一个人 其实是比任何一个行业的 不如这样吧 我们稍后回来 就真的你跟我讲一下 现在因为这件事件底纳 就是荔顿呢 严重违反了这个途质 决定罚他四万元 不如我们在这个广告回来之后 你告诉我 你大概有损失了 是不是四万元左右呢 广告回来继续 希望学为香港下一代提供既成全香港核心价值 又兼具国际视野的教育 透过出版共学 令香港孩子成为据批判独立思考的世界公民 肯尼地球频道已经突破了三十万顶月了 我们除了有香港特区的观众之外 还有英美澳台加等等的观众 集中在关心社会的高学力人士 如果大家有任何工商合作 请与我们业务部艾伦莫经理接谈 如果大家有任何活动、社福活动、任何慈善活动 想透过我们宣传的话 也可以透过我们一起和大家推动 广告回来继续坚尼地正经 刚才我们刚刚上回说到 原来在政府一个这样的金瓷塔结构下 不是政府,工程界的这样的结构下 其实是一个极其封闭的 或者我这么说,不要叫封闭 是真是一个权力很集中的机构 李顿在这次事件下 就没有了大纳纳四万元 好,作为吹哨人的潘卓航,Jason 你又不见了多少呢? 我先数一数 大纳纳四万元 在吹哨之后 其实建造业议会 甚至够胆在开会的时候 是说要封杀我的 当时其中一个做法 就是不要给这间公司 就是经济封锁这间公司 可以什么不找找 做了什么不找找 建筑界就不是普通界别的 说不找找就不找找了 就是你喜欢打官司打爆它 我数了,我原来在李顿的洪暗站 李顿的连堂口岸 加上就是包括进和 在上水卓山水堂 当时就是政府下令把我赶走的 当时不是李顿 当时就是进和 结果都没有赚美数 接着加上中国建筑的部分美数 加上股,有多少工程费 我到现在都没收回 人家用了四万元 我当你惨点了 四百万 一亿零八百万 什么 等等 你说一亿数 一亿零八百万 人家没有了四万元 我估计你百倍 就是百倍G7 人家百倍凤华仪很厉害 一亿零八百万 所以当时我和太太要卖楼 要卖楼去找工人和财料数 尾数可以不找的吗 算了 如果你说找少一场尾数 那你把单子在这 你可以怎样拖 还有五年 怎样拖一亿多 先说开支 另外到立决筹委员会 政府就花了九千二百万 这顿港铁都可能花了一亿 当然我不能够代表 估计 因为政府都花了九千二百万 我花了八百万 我已经很省的 其实大律师已经很省的了 我都花了八百万 其实大家不要以为 那独立调查委员会是政府给钱的 是我 我作为吹哨人 我要自己给钱的 我又要举手问问题了 刚才你说什么 给了八百万 刚才你说的 已经是有人没有找条尾数了 但你刚才说调查那个 你举手报警的 你报警要花钱 要花钱吗 要花钱吗 你给钱报警的吗 是每一个团队开支自己负责的 政府是不会给钱的 报警有什么开支 我应该是受害者 你知不知道调查委 我要请大律师和律师代表出庭 就是这样 那些钱全都要花钱 我当然为了省钱 他们是整个团队的 十几二十个团队 因为那个文件在说 每一天新增文件都几千份 我当时是自己看文件的 那就是我去准备资料 配给律师和大律师 幸好我和拼 否则我就会更加多了 我第一次听过 原来独立调查委员会 报警的都要付钱 那你都跌了八百万了 是啊 那你 我有个问题 那八百万花了什么 律师费、调查费等等 调查费 跟着另外文件费 文件我都要付钱的 每一张影印本 我们都要付钱的 就算我们是法庭里面的房 都要付钱的 什么呀 里面是听到 庭里面发生什么事 我都要付钱 就是那笔录音带 不是 它是一个即时的系统 是可以即时听到 庭里面发生什么事的 因为庭很小 不问传门坐进去的 你一定有些法律界人士 是坐在你后面的房子里面 是听和摘记录 是有特律师需要问的时候 立刻就要有人达到信息 那其实背后有一个办公室 在庭里面的 全部要付钱的 你不要想着 喂不用钱了 另外同时间 你可以想象 建筑界是特别的 它是你们想象以外的强力的 它的强力就是 你不要只是想着 在庭里面 我又面对黑社会 有黑社会的 一天到黑握着我的 一天到黑 判生是大学生来的 什么黑社会 黑社会的车都花了 我到现在不换车的原因 就是我记录着车都花了 被人夹到 就是这样 好了 接着我不怕 你就来咯 你就打我咯 它是没打的 是黑的 不要说那么多东西 好了 第二 接着呢 另外呢 他们其实很多招数的 他们会收买 或者他们会找 不要说收买 找你之前的一些员工 或者你的判头 或者工人 教他们去告你 有你没你 是是 这个不很合理 这个作为PR来说 很毒的 是经常出现的 但是 是不断找人去告你 不断找你 曾经跟你服务过的人 曾经有合约关系的人 他会教他们如何告 无告都告 那令到你呢 当时呢 其实除了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庭外呢 还要面对很多其他细细微微的庭 当时的处理方法呢 就是我们根本就不够精灵 不够人去应对 只能够全部和解 给钱和解 给钱和解 所以需要很多钱的 是啊 这一招其实真的很好 比如说 你在告独立调查委员会 然后不断找人 你之前有没有那些什么大判 二判啊 三判四判啊 勞工署告你 六百多个案子 日日排有些官生气 就要你的老板去 你知道独立调查委员会 审训期间 曾经一个官很生气 不知道他有什么原因 一定要我去 我就是在独立调查委员会 和勞工署的法庭里面 两边走 一个是荃湾一个是座敦 为什么要过来去 就是因为你是不是出粮少了 过了七天 所以讲了很多这样的例子 纵使你说和解 你给几千元和解 offer 你都叫老板来 哇 喂 喂 这么搞的 你跌的真的不止四万元 跌的就是 不要说其他 收不到的钱 一年八百万 收不到的钱 就反映我没办法找材料和工人数 所以就要卖桌去保抵下这些钱 就是这样来的 好了 跟着独立调查委员会本身也要花了八百元 当然不是一次给的 是慢慢慢慢的 两年多久给的 但都要不断出去 收拾给的 没有收入的了 政府闭了你的地盘 又不让你做了 甚至其他的任何维护还都不给钱了 那结果又如何呢 结果唯有卖桌给钱 但是这不是一个正确的系统 我们的想法就是 吹哨人当然可以乱吹哨的 但是最后那个独立调查委员会那份报告 其实是接纳了你们的证供 at least都告诉你 你不是完全无的抗争 对啊 简单来说就是 你那个吹哨是一个正确的行为 就是我就是告诉你 其实你想想多不正确 就是问题就是我吹哨 一般的吹哨者只是吹哨而已 就是带个风向而已 因为你们自己搞饱他了 我就要下场打仗的 我要证明我吹哨是对的 我要证明我说的是事实来的 因为那两个大佬呢 那两个自认金七招牌就说我说谎 是不是 当时大家听到的了 我看他打赢了 用了两年多时间打赢了 都算坚实了 是不是 当中我还要面对几百宗官司 洗肺 自己要卖楼 跟着还有刹社会来搞你 什么都齐的 你说那两年多年 你磨练了什么人出来呢 就是一个钢铁的人 我没有人害怕的 我怕你的毛 香港政府给一个这样的memo出来 或者给一个声明出来 他其实是想吓你 你不要说话了 我生气了 我怕你就不是Jason Poon 就是我经历的 我想李李家超没经历过了 是的 都有的 他有打责的 但是问题就是 屋里住没有打责的嘛 起码他屋里住都被人夹一架车先了 那两年多面对的问题 普通人真的跳了楼或者瘋了 真的 在我的角度看我也这么想 吹哨人一般在传媒界 上两次电视就当做了很多东西的了 没有想过给钱出来打官司的 我真金白银出了钱 出了力量 自己用了自己很多的精力 所以如果政府觉得 你多说了 我不想别人说话 我直接想我做什么 你就跟我做什么 你多余的说话 你不用我说了 我觉得在香港 我是其中一个 或者是最主要的一个 是有一个资格 是继续去追究红磡站的事的 当然了 议员可以召计 或者政府觉得自己应该追究 我可以 我真金白银拿出去查的 如果不是我 整件事被你扭曲了 好 另一方面 如果政府觉得 你写这些这样的字眼 我就怕你 你就省一点就行了 真的有点白白的 我正在想 正在想 政府应该反过来 不如这样吧 Jason我扭曲你 你过来帮忙告 好吗 可以啊 可以啊 我免费都可以 我告诉你 那些文件我会背的 我随时找得出来 如果我是屋语住 我就算了 不如你过来 所以其实在这里 我是有个 这个真的是怀疑你 我怀疑政府 你真的可以继续怀疑我是不是煽动也好 或者说我什么都好 但我真的问个问题 就是 是落药落得轻了的 我觉得 起码告得是轻瘦了 当然你就说他避了港铁啦 在我角度看 我觉得是不是 是不是因为我们工程不够啊 工程师不够啊 就是我不能够 打死是打工程师 比如 郭特指挥会 你能够查一些资料出来 是很诡异的 譬如 这个合约里面 就有十八万几 十八万七千粒的螺丝头 就是螺丝武论 大概不够十九万 但是实际上就买了三十八万几粒 照付钱照找数 是 为什麽呢 合约本身 图计上面定名 就是用十八万几不够十九万粒 那为什麽你会给三十八万粒的钱呢 是免费的 免费的 免费的什麽呢 是公帑来的嘛 坦白说 如果中间这里有人 是做假仗 是集体鵝片的 上单那个 批核那个 给钱的是集体鵝片 这件事呢 不是说笑的 这些 为什麽你又不查不公布 五年了 有一钢筋 钢筋很贵 你知道啦 七千多八千分噸的嘛 钢筋说的是 四成钢筋 是完全没有进入的检验纪络的 全部钢筋进入地盘呢 就要摆在独立位置 检验了 做了测试 合格才拿出用的 是一个流程来的 是独立的 即是很清晰的 有一个位置 尊放铁 储存了 检验完了 OK了才拿出用的 当中的卡拉丁思诚 就是按颜色的 竟然有四成的钢筋 是没有这些纪录的 那它有没有进过来 有没有送过来呢 那为什麽 多四成钢筋 没有了其中的可能性呢 就是给多四成钱 你根本就没有那些钢筋到的地盘 你就给了钱 那这个可能是 有人报大数 可能有人集体验骗的 那这些政府是不是要处理呢 我觉得很兴奋的 不是刑事 就算我追回这些钱 我当是没有刑事 我整天追回给多个钱 这些民事追溯都要做的嘛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不是说什麽 我们只不过是说 你不如帮忙查一下 我又不是说他真的会有犯法 Jason也不是说他真的会有犯法 但是调查责任在哪里呢 是不是就是屋宇署做调查责任 还是其实要报警的 现中的条例就是屋宇署 如果是屋宇署 集体验骗就是ICAC的 Timewood是ICAC的 其他刑事条例就是警察的 我其实去问一个问题 为什麽这件事件 其实他只有屋宇署去做 那其实那个执法能力 不是说不好 但是好像只有添人 但是当时你搞到 我记得你搞了一年 什麽人都见过 那些人都在这 那些人都在这 那些人都不能说 因为他查解 我不可以评论 但是呢 他是在这 警方都在这 问题就是 纵使他们在这 但是你没有告到 都是 给市民印象就是你没有做事 五年了 好了 如果政府就说 不是 你三文八做 你就是贫空妄想 妄断 不要紧 你便出来澄清 政府有责任的 你便出来跟市民说 什麽是事实 让市民知道 一个事实的全部 如果市民信你的话 就不会有其他人说话 会欺负政府 就是这麽简单的 可能现在大家的想法就是 就是 其实在我个角度看 其实他不告 告完罚得那四万元 我们起码要做多很多集节 就是这里做一集 商台做一集 其实不如你直接 真的要告诉别人 发生了什麽事 所以到最后 我有一个 可能你要答一答 我也想给香港市民澄清一下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 香港的政府 对工程界 是非常优待的 就是经常都要听他们的意见 给工程他们 有很多有谈有讲 我估计其中的原因 是否因为我们本身 我们有很多基建要建 我又不够工程师 其实你们是拿着了我们的命脈 所以 就是礼代你们 虽然不是很合法子 但都情有可原 其实很多 很多不同的看法 第一个看法 其实第一 一般官员或者发展商 都会少看过工程师 但其实工程师 是很厉害的 是 走数 追溯走数 省钱很厉害的 工程师 是比起任何一个行业 都是宽很多的 因为在无论法律上面 斗争方面 争拗方面 甚至乎不跟合约 违反合约 都是特别厉害的 那所以呢 其实你们知不知道 你就算香港读法律的人 工程界的人 很多的 我们理论上不用读法律的 目的就是我们要读法律 去利用法律 所以是特别厉害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其实呢 工程界选委不少的 嗯 所以呢 你知道选委是一个 上流社会的入场券来的嘛 是啊 那自然就会 就是他们就可以利用选委的身份 是被巴结的 所以呢 他们是某个程度上有话语权的 就是在上层有话语权的 好了 第三呢 就是工程界呢 本身呢 其实转发很大 大家是大到不知道的 大家是大到想不到的 那你不要以为工程公司是亏钱的 但是随便公司的转发可能都百几亿的 百几亿的 百几亿的 就是一百几亿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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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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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就是 你说 工程度来说呢 他真的拿一个百分比就是很大的钱来的 我说真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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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的 就是 一 就是 就是 那 就是 就是 所以 你想一下工程界的动用钱的威力可以多大 也都因为这样了 工程界多些贪污 未必是的 很连接的 但我先举手 我真的要利益申报一下 我想起在我做事的时候 做一些联系的时候 我是接过一个工程界的PR工作去做 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是跟我做一样的PR工作 一样联系的人是有三四间公司 但是不要紧要的 不过在我角度看就是 你反正都找了我们 你没有必要找了两间 因为那时候是在想大家一起去做 看看谁互相竞争 最后我发觉回来是不用竞争的 每间PR博士都有钱收 但最后我再继续一继续 怪不得我们三四间都有钱收 加起来都不加一个零头 就是它可能是在撕零点几个percent出来 或者零点几个percent出来 就已经养活了你三间PR公司了 所以真心不要看小工程界的威力 其实他们的turnover 就是说工本身的营业额 是实在可以很大威力的 可不可以去到最后一个点呢 会不会其实我们是时候 引入多些新的工程师呢 当然可能这个台 你知道我们的台 非常旺到不得了 但我都要戴上帽子出来 其实是不是加多一点 内地工程师 外国工程师 打好竞争方案 还有现在我们开了一个竞争委员会 我看到是不是 连以前律政司司长的老公都中招 那应该解决了竞争问题 是不是 我个人就赞成的 因为事实上香港真的不是很足够的 那么多些人进来 其实不一定会令到事实沉淪的 因为事实上我们现在在沉着 沉了扑街 你既然自己人都沉了扑街 那为什么不勾别人来 那大家一起扑街 对了 是听力这样 诶多一点 反正都是砸了那一笔 还有呢 不单是工程师的 连承计师也是 那就是其实连承建商 我们都可以引入多一点的 甚至乎呢 那部分项目应该是国际招标 因为其实很多其他国家呢 是很多项目会国际招标的 国际招标呢 那财团实际红厚 就是资金红厚 一来就不会太依赖政府了 二来呢 就是某个程度上 他们的表现呢 是有极好的实力的 但是香港一般很少做 那么就变成了 令到呢 香港本地的那些人呢 就特别恶了 因为没有人跟他们争 嘛 那就是造成 就是你不要说他主要目的是恶 但是造成一个就是 他没有人跟我争 一向都 所以我一向都这样 我这一部分看不过 我就动他咯 封杀他咯 就是这样的态度 对于你来说呢 就是封杀你了 其实对于小市民来说 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那条路很贵 任何一个工程我都加了价 其实香港呢 在全球社会来说呢 很少见过工程价格那么贵 就是我们在这条桥都说了 亿亿亿的嘛 就是当然 那个恐怖情况呢 有些人就说香港人工高嘛 或者买个材料贵 其实呢 材料呢 是国际价格来的 只是船费贵了而已 只是运费多了而已 不会差很远的 人工香港不是很高而已 如果你比起法国啊 澳洲啊 香港人工的水平呢 是不是跟他们差很远 而且呢 他们有工会的限制 每天做的中数 和建工呢 是比香港少的 好了 香港还说 没有那么大的工会的耗制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去看一件事呢 就是你譬如说港铁啦 港铁啦 港铁刚刚为新的 叫做呢 就是这个东涌线的延线 那我们线原来要花150亿元 政府要给150亿元 好了 150亿元在说多少钱一公里呢 50亿一公里 是 50亿一公里 现在看别人了 中国建高铁多少钱一公里 最高都是2亿 最高都是2亿 好了 欧洲建高铁多少钱 我正常说 你别看中国啦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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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你说的 中国多少亿一公里 欧洲四亿 八至十亿 最贵的 香港多少亿 刚才 五十亿 欧洲 你是说东欧 还是俄罗斯 五十亿 六十亿 五十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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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比欧洲 你看看香港人去到英国 这个台很多人多来看 很多美国人看 你看看我们身边那些 勞工阶层多高工 掃垃圾那个 收拾东西那个 那个是很高工的嘛 你对比起来 香港是不值这个价格的 我们为什么重复有特 重复欧洲呢 还有更糟糕的位置 人家在欧洲建铁路是没有另外送一块地给你的 香港是另外送多两块地给你的 你说最糟糕的样子 那个地原来值几百亿的 没到还没算在铁路的倾建费用道 在那里送给港铁去资助它去建一条铁路 永运这条铁路 认为这条铁路 这件事死不死 可能应该重复第一件事 铁路应该 这可能之后讲 可不可以港铁将那些工程公司拔出来 就是你转回铁路和地产就算了 那时候地产是打算保你那个什么的 只是地产保了铁路 地产就是保它兴建费用嘛 现在就不是因为兴建费用 政府全包了嘛 他就说地产是保它兴运费用嘛 是呀 是呀 那时候保一条地铁线嘛 那时候吃得糟了 我家其实很简单的解决问题 国际招标不要再给地产做了 你看一看它的价钱便宜成怎样了 你刚才说完那个价钱之后 我就知道 啊 钱越来越多 然后你再想起我们今天开提那个 罚了多少钱 四万元 那你说 喂 如果一个有良知的人 就是知道东西多些的人 有什么可能不生气啊 你还想拿这些名字来 就是那些叫什么声明 是吧 想压制我叫我收声 多余了 就是写那个呢 有白卡的 是呀 不要说有白卡 是没有的 不过 屋寓柱不是你 或者屋寓柱的哥哥仔 你不如还是不要做屋寓柱 你出来做工程界吧 看来好赚很多 可能他很眼红啊 哈哈哈哈 你可能出来就差不多了 好了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麻烦了Jason 就帮我们今天做个访问 那我都是 说真的 我其实一直都想知道 很多香港发展和工程的东西 其实另一行呢 你留意一下Jason 他自己也有一个YouTube 中科的频道 中科 中科的频道 有一些呢 其实我们之后都会和他一起去玩的 地产 刚才工程他熟悉的 大家只有一个生气字 其实我们一直都想留意香港的地价 我们越起越便宜啊 我怎么买怎么卖楼啊 等等 这些是香港小市民关心的 我最近看到一个经纪啦 在WhatsApp我啦 就说那些写字楼啊 四米一楼底啊 四百五十尺啊 八十万这个首期而已 那麽呢 那麽呢 其实美国啊 刚刚的楼市啊 就是写字楼市跌了28% 是 美国现在的经济算是蓬勃的 香港呢 那个楼市呢 就是你看三龙基今次回来看正市 就是说呢 旺角那个平价货 其实应该要加价 所以大家小心点 糟了 旺角的平价货 你经常都以为是益它 如果你觉得这个是对的话 旺角那个价 是一个沙田 好像不是沙田 是屯门价来的嘛 那是新界价来的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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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唱好香港故事的 我们 好 今天时间差不多 明天回来继续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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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